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戏这样形容好了 就是立法院的正副院长要选举了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柯文哲已经说了 下令八个不分区的立法委员一定要亮票 而且派黄珊珊占国会龙头 如果第一轮有人当 如果他们当选他就不推派副院长 所以他没有公布副院长的候选人 另外我们看到有人就问了 怎么可能你八个人会当选呢 不一定哦 如果有其他他党的人把票都灌给 这个黄珊珊的话 黄珊珊也有可能会当选立法院的院长 柯文哲讲了 白委要亮票 跑票立委只能当一天 如果谁跑票就开除你的党籍 你就同时失去了立法委员的资格 而另外我们看到 这是不是变相保送韩国瑜呢 柯文哲黄国昌这样说怎么说呢 柯文哲的说法是民众党作为台湾的第三势力 不想当小蓝也不想当小绿 所以抛出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如何因应是你两党要思考的 特别是民进党高层 黄国昌讲说民进党你要停止情绪勒索 如果民进党心中还有人民 你就应该把票投给黄珊珊 如果民进党51票都投给黄珊珊 那黄珊珊这个小党民众党 就会出现立法院院长了 黄珊珊的说法是说 了解这样的选择两面都不讨好 来自两大党的攻击跟分化 将会发动核爆级的攻击 看到政治上的耳鱼我诈 民进党是铺天盖地的骂民众党 他说民众党每一天都有一种版本 不断地刷存在感 这种戏码会玩到让民众反感 林俊仙也讲了 说你就是要保送韩国瑜 甚至前立委谢欣妮讲得更直白了 在他的脸书上直接用TMD 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 我就不赘述了 就是要支持韩国瑜 他在谴责民众党 我们看到来自于民进党的朋友 大概都是这样的论述 郑云鹏讲了 民众党只是假道学的标签 白银你要想清楚 是否保送韩国瑜 王定宇也讲了 他说我们游锡坤 跟你们韩国瑜的社会评价 很清楚 有多清楚 我们看看 你认为 柯建民游锡坤的形象有非常好吗 恐怕是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老柯 在台湾人民的心中的形象 可能大家也有定见 我们看到包括网路上不断传出这一张卡通图 这是他copy制民众党跟国民党在拜会的那一天 韩国瑜跟黄国昌拥抱的那一瞬间 所以极尽挖苦恶搞之能事 另外我们看到郑立文 他解析韩国瑜罕见的特质 他说韩国瑜其实很适合来当立院的龙头 因为他的身段很柔软 又不像有求于人 他说韩国瑜有台面上 台面上政治人物很少看到的人格特质 来宁内有同样政治身段跟口才的 只有吴伯修 即使对方有再生的仇恨 也很难对他不礼貌 而且身段柔软又不像是有求于人 你看到其实他跟黄国昌算是有仇 如果真的要计较真的是有仇 2019年当时他要选总统的时候 黄国昌在媒体上指控韩国瑜的岳父 他们家那块地 如何如何底下有什么样的糟糕的事情 不是去开挖了吗 还记得吗 如果说真的要有仇 他跟黄国昌是有仇的 可是他可以主动提出来要拥抱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绿营是不是杀红了眼 包括你看到游锡坤 他私人独憔悴 怎么讲呢 党内其实对他开骂了 因为游锡坤前一天讲说 我挺单一招伪 这是民众党丢出来的议题 结果党内一片踏伐 还有包括一些名嘴 讲得更难听 王瑞德讲说你是老糊涂还是没出息 没院长当就活不下去了吗 让游锡坤离开立法院 让真正有战力的王毅川来 周玉寇既上一次在广播节目里头 不断地跳针两个人针锋相对之外 他又讲了说你游锡坤这是投名状吗 没出息丢脸 话讲得非常重 过去被尊为水牛博 说他对民主有贡献 现在都烟消云散了 我们看到周玉寇王瑞德 逼宫游锡坤要让位给王毅川 而你看到黄阳明也是媒体人 他讲说游锡坤人员不好 但是受到赖清德信任 为了让王毅川当立委 绿营部分人是逼宫游锡坤 让他没有办法再当立法院院长 连立委都当不成 游锡坤现在四面楚歌 还拿民众党的论述 打自己的党 这是大忌 连黄阳明都算是对水牛博 来在鞭打一番 我们来看看水牛博 怎么会落下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境地 他是郑国会的精神领袖 照理说你应该对他尊敬一点 而且他年纪也大了 你看党内这些他的子弟兵 这些都是郑国会的成员 没有一个人出来帮水牛博讲话 为什么因为陈廷飞他现在要选台南市市长 他如果讲了会不会变高嘉瑜 林又昌他也想选台北市市长 他如果讲了会不会也变高嘉瑜 林嘉隆外传他想当格魁 他如果讲了是不是也会变高嘉瑜 王毅川不说话就是不说话 因为他有机会进入立法院 他干嘛讲话呢 所以看到这个游锡坤的下场 很多人都觉得摇摇投 来请教韩兵哥 其实民众党今天会说投自己是不意外 之前大家在分析的时候 早就想到他们应该是会走这条路 因为这条路就是 不会被归为小蓝 也不会被归为小绿 看起来民众党好像是走自己的路 你要认为他是两边都得罪 还是两边都不得罪 其实就看你怎么去解读 民众党会这样走其实不令人意外 但民众党这样走就代表结局已定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未必 因为现在民进党讲的一副 好像就是他们还是要去支持游锡坤 跟蔡其昌 可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们自己要支持人 结果你们整个党在骂他 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有点莫名其妙 那实际上 现在就变成一个很吊诡的情况就出现 就是如果民进党投游锡坤 就等于保送韩国瑜 不觉得等于是这样吗 当然前提是国民党自己不要有人跑票 对 现在就变成民众党把这个球丢去给民进党 看你民进党自己觉得要不要让韩国瑜上 因为之前不管柯建盈也好 王定宇也好 这些人都把韩国瑜讲得非常非常的不堪 现在就变成说如果韩国瑜上的话 因为民进党51票 民众党只有8票 韩国瑜如果能上的话 那是你握有最多票数的民进党你害的 就变这样 那当然每一个可以不同解读 可是民进党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这么讨厌韩国瑜的话 那你有这么讨厌韩国瑜吗 可能更讨厌韩国瑜一点 对啊 那你应该去支持黄珊珊呢 所以我觉得黄国瘡讲的没错 你们应该去支持黄珊珊 对啊 那问题民进党有办法这样做吗 因为一个大党不支持自己党的候选 到最后可能出现什么 蔡奇昌跟游席坤两个人自己投自己 然后其他民进党跑了一投黄珊珊 你知道这会发生什么事吗 像黄珊珊还是会当选 对啊 黄珊珊会赢啊 对啊 一樣会赢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 就看明天到底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民进党自己可以去思考看看 那我觉得他们一直在去讲 韩国瑜傅昆吉怎么样怎么样 我真的觉得 尤其是被一个外号叫王八千的人 出来讲 我觉得更好笑 你自己的形象很好 你是什么形象 社会评价 对啊 你的社会评价好在哪里 你忘记你的服务处 被人家喷什么字了吗 所以你怎么好意思 你怎么有脸出来讲这种话 那你们现在一直在酸 黄国昌跟韩国瑜在拥抱 你知道明天很可能会发生一件什么事 就是明天如果真的是 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要最资深的立委 也就是柯建民负责颁奖给韩国瑜 那要不要拥抱 我是建议如果真的出现这个状况 韩国瑜就去抱他 你看他怎么办 你看他要不要散 那抱他之后 因为柯建民才讲这是千古传奇 那就让传奇再来一次 传奇再现 对啊 传奇再现 经典副科 蛮好的 对啊 我看你柯建民怎么办 所以你们自己话喜欢讲这么满 现在回忆彪很可能会打在你自己身上 那这就是你们自己的决定 那我真的是为尤锡坤感到不止 好可怜 我讲实在话 尤锡坤去拜会民众党团 是例行的怪力 理所当然的 所有要参选立法院长 本来就应该要去拜会 其实黄山山这次没有去拜会 反而是不对 那当然了黄山山根本也没想当选 所以他根本也不用去拜会 那尤锡坤去拜会一下 老实讲民众党的四个承诺 以前民进党自己曾经提过 单一招伟这也是民进党自己提过的事情 请问一下 尤锡坤到底哪一点违背了民进党的意思 可是现在整个民进党把他骂了 跟什么一样 单一招伟 他们说单一招伟不OK 没有单一招伟民进党自己以前提案过 是被国民党挡下来了 那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多数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你们这都是你们过去的主张 尤锡坤不过是把你们过去的主张 拿来附和而已 然后你们现在告诉我说尤锡坤不对 那请问一下你们的逻辑到底在什么地方 然后一个一个把他骂得如此不堪 那我觉得更可怜的就是 从那天叩叩叩叩叩到现在 已经五天了 没有半个民进党人帮他讲话 然后讲最起码 以王毅川这种政国会的后辈 人家又摆明了就要你 要你 要把尤锡坤让出来让给你 让你能够进立法院 那你稍微也要 也要稍微客气一点吧 说说这没有这回事 怎么可以我坚定支持尤锡坤 他一生都没坑 一生都没坑 这像话吗 他可能很想进去 所以他不想坑 那我就觉得民进党这种 事态炎凉到一个什么地步 所以加入民进党人你看 民进党人就是为了权力 无所不用其极 陈廷被为了选台南市长 因为提名权在赖清德手上 然后林佑昌享薰选台北 然后林佳龙还搞不好还期望 520他变行政院长 每一个都这样 每一个都为了利益 你能自己派系的前辈 被人家骂成这么难堪 然后都当作没看到 这种政党 我觉得拆掉算 烂掉算 丢人现也 所以这个私人独憔悴 我们看到游锡坤 蛮落寞的 来请教严老师 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 有一次我跟一个老太太 讲话 就是聊天 在台美国的选举 我问她说 我说你为什么不支持这个候选人 她说 他永远不问我选 所以我觉得 现在不管怎么样 韩国瑜也好 游锡坤也好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当院长 请你每一个你的党内的立法委员 都应该要去打电话 你不要视为理所当然 好像说你们新进来的 哪有什么别的选择 你就应该支持我 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 就是你应该要去 去打个电话 你因为现在拜会有时候不容易 至少要打个电话 就是说好像确认 我知道你很支持我 但是谢谢你 就是至少要这样讲一讲 这个我看了很多 很多人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你会去找前子 要求他投你 为什么你就把我视为理所当然 所以我觉得这个礼貌上面 都应该要做 如果你看那个美国的国会的 议长选举的时候 那个票跑得很厉害的 在共和党的时候 跑得蛮多的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做不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国会里头 我们说要走向内阁制 内阁制就是绝对 几乎议员是不会跑票的 因为他们同时也是内阁的人 所以大概都不会跑 就是除非是你的 这个结盟的伙伴 我们讲说这个联合政府里头 另外一个党火大了 跟你跑掉 所以你就垮台 否则的话自己的政党 几乎都不会跑 但是现在传出来 还是会有可能会有跑票 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不要把立法院 又变成议会好吗 我们的地方议会 这个选议长的时候 哇 那个跑票的情况 实在是 常常出乎意料之外 就是每个好像都有票 都有价码几百万一张 什么什么就跑了 那我觉得我们立法院 以台湾现在在 每天在吹嘘的民主的成就 不应该有发生这种情况 那就是如果今天民进党 也希望我们的议会 是展现出我们的民主精神 大家就是不跑票 这个才是 我觉得是最棒的一个 民主展现 最好的示范 对 最好的示范 而不是说今天想要东挖一个 西挖一个 那我觉得这个没有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讲 不是法案 有的时候像法案 比如说像过去民主党 林书芬跑票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他的一个坚持 美术进口 那这个他可以 但是这个是选议长 以自己的党 请你稍微支持一下 没有错 这个民进党常常讲说 我们是做最佳的民主示范 对 这就是最佳的民主示范 这就是最佳民主示范 如果你把票全部倒给王珊珊 那感觉说你这么秧秧大党 你的做法就很怪了 老师 看到这个结果 我想这几个礼拜以来 我的论述都一贯 都没有变 所以这个按照我的剧本的演出 其实心里面也蛮开心的 反正就是 柯文哲你的思路 一直掌握得很准 你的判断也一直掌握得很准 不管你故弄玄虚 但是你一定会朝这个方向走 果然最后的结果 那个一翻两瞪眼 就是按照我的剧本演出 其实还蛮开心的 这道理很简单 就是你一定选不上 但是你不可能当小绿 你当小绿 你民众党就没有未来了 你也不可能当小蓝 你当小蓝的话 你民众党就分分离析了 所以这个结果 其实早就可以推断了 因此我当时就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 你民进党要有自己的党格 同样的你国民党 也要有自己的党格 那你们自己的党格 现在国民党是第一大党 民进党是第二大党 民众党是第三大党 那你国民党 你自己本身要怎么去运作 你自己要有战略 要有想法 同样的民进党也是如此 因为对民众党来说 他一定要想办法 把自己最大化 而且对民众党来说 他的企图性更强烈的是 九合一选举的议员 因为他必须要在基层扎根 所以他这两年内 他一定要独树一枝 而且他的形象 他的印象 就是他的那种刻板印象 要把他打上去的 一定要很明确 这样的情形才有可能 巩固巨牢 他现在的两三百万 就是两成多的支持者 然后再往外扩大 在这样的情形下 其实坦白说 他如果民众党一直扩大的话 其实也会边陲化 因为他会凸显出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老化 因为老化的政党 是每隔一次的选举 他就不利于一次 而年轻化的政党 是每隔一年 他就增加一分的力量 甚至增加两分的力量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中学生再过四年 又有投票权 然后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 可能我们就慢慢的 不会去投票了 因为我们也可能不在 人世间了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那我讲这道理 其实是很明白的 所以你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自己本身要懂得 自己要做什么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现在情况结果大概笃定了 也就是第一轮都不会通过 别想民进党的票会灌给 这个黄珊珊 不可能的事情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 第一轮不会过 那就一定是进入第二轮 第二轮民众党就退出来 在那边看这两个大党 怎么样来互咬 这两个大党怎么来互咬 其实他们最想要看的是谁 看的是国民党的好戏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今天为止 没有听到民众党说 你要亮票 我要去党籍处分 可是我们现在听到的 都是国民党 说你要给我亮票 你不能够跑票 你不能投错票 你不能够借雇不来投票 等等 你如果怎么样 我要基于党籍处分 坦白说当你讲越多的时候 你的脸丢得越大 因为大家会知道说 原来这个国民党是如此的不可靠 如此的不可信 这个党内的这种氛围 是如此的诡异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成为 我们孙中山当初骂 我们的国会租载议员 拿了好处就辩解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 民众党退出来 看你们两大党就在那边互斗 然后最后花落谁家 然后就看谁是四季大烂党 我个人认为 国民党千万不要当一个四季大烂党 这很重要 这一次如果你没有一致团结纪律 你就会成为四季大烂党 再过几个小时 15个小时左右 16个小时左右 这一场大戏就会揭晓了 明天也锁定我们的新闻大白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老师